王的女人 谁改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官兵在外堂走了一转 往内堂走去 掌柜跟上 还有另外两名帝小二 也跟着走了 剩下几位在外面 哎呀 抱歉 客官们 留下的殿小二 一脸歉意地看着店里的客人 咱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希望朝廷的罪犯 能早点找到 还大家一个安宁啊 哼 一天找几回 我看根本不是找罪犯来着 胆子大一点的百姓 等官兵走了之后 开始发牢骚 就是 别说那么大的殿了 咱们老百姓在家都不放过 上梁不整下梁歪 要不是西西城 四季如春 土壤肥沃 我想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留下来 就是啊 哪有那么多套饭 那一天检查好几回 有人甚至向店小二招了招手 店小二扬着标志性的微笑 走了过去 客官 请问有什么吩咐 每次来检查你们都给多少 那位客官含笑低声问道 这个 小人不知啊 店小二摇了摇头 嘴角还带着标志性请笑 一下子大家都笑了 凤九儿有点不明白 皇后的店居然有人敢收钱 不一会儿 进去的官兵便出来了 几人脸色比刚才要好看 也没有再啰嗦什么 走了 看起来 事情真的和百姓说得差不多 凤九儿掏出一点碎银站起 乔木放下手中杯子 也站起来 掌柜送走了官兵往回走 凤九儿和乔木一同跟了上去 在进去的一个走道里 凤九儿轻唤了一声 你就是这家店的掌柜吗 掌柜送走了一群不怀好意之人 现在又听见凤九儿的话 脸色不是很好 但她在转身那一刻 嘴角微扬 并没有给凤九儿甩脸色 掌柜看着两位素未谋命的女子 皱了皱眉 凤九儿抬眸看看没人 随手将腰间的令牌拉出来 你认得这牌子吗 掌柜眸光顿时一亮 她往前两步 认真看了看问道 姑娘 你这是 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是 掌柜汉手 侧身摆手 请 凤九儿看了乔木一眼 两人同时举步 掌柜将两人带到二楼 一个厢房里 关上门 姑娘是皇后娘娘的人 她回头一顺不顺 看着凤九儿 嗯 是 凤九儿汉手回应 请坐 掌柜静止走进里面 凤九儿和乔木 在里面的桌子旁坐下 掌柜却没有着急坐下 让薇姑娘想吃点什么吧 小人 让人送过来 我过来 并不是想吃东西的 那姑娘 有何吩咐呢 掌柜 微微轻身 抬眸 小人应该问 皇后娘娘有什么吩咐吗 其实皇后娘娘也没什么吩咐 她说 她太久没有了解各个地方的店了 让我来了解一下 咱们梧桐镇这个店 情况还可以吗 嘿 姑娘 店面还可以 毕竟咱们吃得住的 就连用人都有讲究 她抬眸对上凤九儿目光 眸光多了几分惊慌 不知道 刚才咱们家小二对两位姑娘 嗯 是不错 凤九儿不否认 既然盈利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唉 掌柜却摇头了 她叹息了一声 再次抬眸 姑娘刚才也在 是不是 仅仅半天 咱们已经上交了三回军下 这回的事情闹得这么大 也不知道何时到个头儿 姑娘不是西西城的人 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哎 听说了些 不过不明白 为何此处的人如此大胆 难道他们不知 咱们是皇后的人吗 掌柜皱眉 眸色凝重了几分 姑娘 皇后娘娘没有告诉你 咱们这事不得外传呢 掌柜看了看乔木 事件回到凤九儿身上 继续说道 凤兰客栈是皇后娘娘的事 知道的人不多 除了皇后娘娘本身的人 也就是凤熙国过来的人 其余的人都不知道 这事儿皇后还真没有与我细说 她只是将令牌给我 让我四处走走 查看一下情况 如此说来 掌柜您也是凤熙国的人了 是的 皇后娘娘说过 剑子灵牌如同见皇后娘娘本人 姑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也没什么 就是听说都封城了 看看你们有何应对的方法 凤九儿搓了搓手中令牌 皇后娘娘对她太好了 见令牌如同见皇后 这令牌权力很大 但城主不知道 这是皇后娘娘的店 也不会给她这个面子 打开城门 这可不好办 这事儿姑娘 不需要太过担心 老板会有办法的 咱们在西西城有三位老板 好几家的店 有他们在 事情必定能顺利进行 凤九儿醋梅问道 掌柜的意思是 给城主上交军饷 对了 说是交军饷 其实都不然 咱们每一年的税收都如数上交 只不过这西西城主 掌柜摇头 没有自将事情说下去 厢房里安静了一会儿 凤九儿抬眸 可以安排我住下来吗 哦 她是我的人 她看了乔木一眼 我还有几位随从 去了其他店视察情况 咱们会在这里会合 继续前往下一座城池 不知道 你们方不方便 带我们过去 当然 要是咱们的人 能出城 带上姑娘几个人 不是问题 不过 暂时小人也不知道 现在什么情况 一切要等原老板 回来再做决定 两位姑娘能留下来 是小店的荣幸 小人现在 就去给你们二位 准备相防可好 嗯 凤九儿摆了摆手 却又招了招手 刚想转身的掌柜回头 走到她身边 皇后娘娘 极少管店里的事 此次 她派我们出来 秘密视察 还希望你们能保密 记住 我们都是皇后的人 你不需要给我上交 什么军饷 做收买之用 只有店里好了 兄弟们的生活 才会更好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